很快就過年了 很多粉絲叫我做多些好意頭的過年菜式 連夜飯還沒想好做什麼 記得收藏慢慢看 毛雞不成煙 當然不少得皮脆肉滑的廣東白吃雞 白菜金熊燜豬手橫菜就手好事發生 沖香蝦球一年到頭笑哈哈 花菇舅山菜團團圓圓 腐竹真絲加肥屋潤 年年有餘有開胃醒神的芥末魷魚和酸菜魚 炸糖玩紅紅火火如意吉祥 晨早起床就跟腰媽去市場買爽 豬手是前提 比豬腳瘦好多 記得叫豬肉婆斬小塊 肥點有金香的金蠔才是好東西 冰渣和水份汽走它就輕情好多 清蒸鱸魚就吃得好厭 今天就轉口味做酸菜魚 選條肥一點點的口感會嫩滑好多 記得要交給熱心的帥仔 將魚肉魚骨起出來 魚肉的血水要清洗乾淨之後切成薄片 這樣吃起來會爽滑好多 再賣幾樣桂格不飽海鮮 臭桌菜就容易很多 同樣是貴精不貴多 小食多之味 一斤不夠吃就全部都買半斤 全部汁乾淨切好就打包回家 買點辣椒 做酸菜魚 做酸菜魚花椒和辣椒乾就少不了 再煮一包葉魚粉 再買一些好吃過魚的葉蘿蔔 和葉蒜菜 連阿婆都忍不住要吃一塊 記得小時候 家裡臨過年都會煮一些炸鍋仔 或者炸糖玩 一家大小一起煮就很開心 接著過年時可以拿出來招呼朋友 搓得漂亮不漂亮就不重要 用六成油溫就開始炸 千萬不要心急 一個一個來炸 炸到金黃薄薄脆就串起來 拿乾油份就大功告成 一次炸多些可以睡給家人 蜜蜂起身慢慢吃 天氣這麼乾燥 今天的禮湯煮回蓮藕雞腳豬骨湯 喝起來非常清甜滋潤 將豬骨雞腳蓮藕放進去 再加多個滋蔭蜜魚乾 還有花生紅棗蜜棗和薑片 倒入農村生存大火煮轉小火煮一個小時 豬手想煮得好吃前處理就很重要 用火炸一下炸一下 這樣沒有豬酥味 四身又不會咳咀 再凍水落鑊 落米酒和薑片飛飛水 豬手燜之前炒一下就沒那麼肥膩 爆香蒜粒和薑片之後落豬手 炒至乾身有一點焦香的狀態就開始調味 落泡發好的香菇 一大匙匙薯厚醬和南乳汁 少許蠔油兩茶匙生抽 鹽就不需要加太多 再加一堆冰糖軟化肉質 少許老抽上色 用大火將醬料香味炒出來 再下滾水 下凍水豬皮又會變硬 有條件轉去沙煲 用沙煲炆會更加香更加軟螺 調成小火用定時才炆一小時 有定時功能真的很方便 做白吃雞不想浪費雞油雞汁 隔水清蒸一小時就最方便 清蒸出來就原汁原味 小朋友不喜歡吃那麼生就蒸外些 四身就完全沒有血水 靈魂醬汁就要剁多些薑蓉 秘密武器是少許鹽焗雞粉 再加少許鹽 再淋一圈熟的花生油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淋滾油 這樣做出來和酒樓的味道是一樣的 紅蔥頭這邊就淋滾油 再加少許鹽和生抽 兩個白切雞尾碟都是如此經典 接著做酸菜魚 先用醃魚粉將它拌均勻 如果沒有就用番薯粉 再淋一圈花生油將它封住 辣椒乾要用水洗洗 這樣乾淨得來等待炸時就沒那麼容易焦 先將魚骨煎香做湯底 用中火慢慢煎 煎到有少許微焦出 有時候將酸菜和葉蘿蔔倒進去 稍微煮香後落滾水 炸一聲湯就會變白 再將醬料包倒進去 煮滾後將酸菜和魚骨撈出來 這時候就可以落魚片 調成大火一口水煮至水滾 魚片有少許翹起身就將它撈起來 再將湯底煮至沸騰淋在魚肉上就剛剛熟 這樣魚片才夠嫩滑 再將花椒、辣椒乾蒜蓉和蔥花鋪上去 能滿滿熱油激發出香味 再放一大堆芫茜就大功高成 接著弄下女兒很喜歡吃的芥末魷魚 先調好野味的芥末汁 芥末要擠多些才有辣味 具體的配備看屏幕 將拌均勻就可以了 爆香蒜蓉後落飛好水的魷魚 稍微倒倒就落預調好的芥末汁 拿芥末汁後開大火收汁 再加菜椒和蔥段兜一兜就可以上碟 這個做法由於爽脆又不腥 四身就非常惹味 接著再做個簡易版的鹽焗花鑼 先下半包鹽焗粉和花生油淀葉花鑼 爆香紅蔥頭之後落花鑼 撒一圈高度米酒後馬上吸收 記住一滴水都不用放 大火焗5分鐘就可以了 這個鹽焗花鑼的做法簡單又好吃 原汁原味肉質又爽脆 喵媽一個人都可以吃完整碟 接著做個小朋友好喜歡吃的蔥香蝦球 蝦頭蝦腸都不要 新鮮的大蝦記得要凍一凍 這樣容易磨殼 蝦味就要保留 要變成蝦球在蝦背切一刀 做這道菜的關鍵就是果醬的調配 半斤蝦仁就落一個雞蛋 生粉和麵粉的比例是4比1 具體配備看屏幕 拌好之後再落蝦仁 迷人的蔥花就落半碗 再落少許鹽鬆蓉精和胡椒粉調味 拌到包裹著蝦仁就OK了 插筷子起棉密泡泡就可以炸 記得要一個一個放 這樣才不會黏一九九 炸到金黃泡泡脆就可以撈起來 再製一些酸酸甜甜的沙律醬 小朋友就爭著吃 豬手就差不多炆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煎金蠔 好的金蠔煎的時候就不會出水 賺少許高度米酒去腥 煎到兩邊金黃之後再鋪在豬手上 中間就放炸泡化好的法菜 吸鍋之後焗多6分鐘就大功高醒 過年的時候做一煲金蠔法菜炆豬手 真是正到不得了 金蠔就鮮味濃郁 豬手就軟糯 接著做雞汁花菇購山菜 用蒜蓉爆香炮化好的花菇 花菇就不用買這麼大粒 細小粒更加容易入味 剛才蒸雞的雞油雞汁倒下去 再加5茶匙蠔油或者包汁 少許鹽糖調味就可以 吸鍋轉成小火炆20分鐘 炆到收汁入味之後 倒在焯好的山菜上面 這道菜看起來好像好齋 但個個都說好吃 吸收了雞汁的花菇就非常爽滑 接著再做一個好好吃的齋菜 先將腐竹炸到金黃起泡泡 記得要用中火炸 再用水浸就會馬上變軟 過年的時候這麼多大魚大肉 吃兩個齋菜真的好舒服 用蒜蓉爆香腐竹木耳和胡蘿蔔 炆到出香味之後 放炮好的珍絲 稍微炆香之後就放蠔油溝三粉水 再放少許鹽和松茸蒸 炆到收汁再放一堆迷人蔥花就可以上碟 腐竹木耳珍絲真的簡單又好吃 接著用金銀蒜調香醬汁蒸龐仔 將它拌均勻後直接煲在龐仔上面 用大火蒸6分鐘就可以了 最後灑一炸迷人蔥花 蒜蓉蒸龐仔真是鮮甜又多汁 煮了個多小時的蓮藕豬骨雞腳湯都香到不得了 加少許鹽就可以喝 再將蓮藕撈起來切成一片一片又是一碟爽 終於全部菜都煮好了 大家早已經逼不及待 年夜飯就是這樣簡簡單單做一些傳統又好意頭的菜式 但無論吃什麼菜 只要家人齊齊整整就最開心 在這裡預祝大家在新一年身體健康 學業工作進步 龍馬精神如意吉祥 我是燦米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 點個真